我们永远都在做很蠢的事情 而且我们会自食二国 就像我们的边境问题一样 现在所有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 民主党控制的州 加州 纽约 华盛顿DC 全部都开始大声的 愤怒的出来发言 因为有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 把很多非法移民送到那边去 这些非法移民会在那样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南方边境 被我们的总统刻意的打开了 为了讨好那些民主党控制的州 因为他们觉得打开边境是在做善事 是在帮助那些非法移民 就像我们的加州 我们很多住宅区 还有很多商家 会在上面贴很多什么标识 说我们这间店支持黑命贵BLM 我们支持女权 女权就是人权 没有任何人是非法的 科学是真理 爱就是爱 这个样子很多那种 Virtual Signaling的广告 或者是标词吧 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自我感觉良好 你看看我多在乎现在这些议题啊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真的有BLM发生暴动的话 你的店或你家就不会被砸 或者是如果说真的很大量的 这个非法移民闯进来 然后需要帮助的话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因为你已经展示了 你有非常多的同情心跟同理心的这些宣言了 所以如果这些非法移民或者是流浪汉 真的到他们家门口的话 他们就会说 这里是私人领地 你不可以在我这边的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不然就是会给他们几块钱 然后放在这个Facebook 还有IG或是Twitter上面 说你看我多好 我多棒 我有多有同情心同理心 我在做多伟大的事情 就像很多那种教会 在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什么喂养 然后教友基本上 连基督教基本的律法都不知道 但是教会会一天到晚去哪里发食物 只为了PO上网而已 那些善意的标示 只是一个防护色 只是一个防护措施 避免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不会被攻击 各位可以发现就是 真正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真正治安变得很差的时候 那些什么标示 那些善意标示都会改成什么 请微笑 你在被这个监视器录着 或者是这是私有领地 是属于某个某个保险公司之类的东西 事实就是 没有人喜欢流浪汉 没有人喜欢非法移民 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帮助非法移民 也不是要帮助流浪汉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叫 你去帮助非法移民 叫你去帮助流浪汉 Brandon Sentes 上个星期大概送了大概50个 48个非法移民去 Martha's Vineyard Martha's Vineyard 大概有2万多的人口 所以送50个人去那边 就会造成人口爆满 造成人口危机 是个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更可笑的是前几天 我们的最聪明 最公平 最完美的副总统才告知说 边境很安全 没有任何的问题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Kamala Harris说的话 We're here in Texas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the border Would you call the border secure? I think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we have to do what the president and I asked congress to do the first request we make pass a bill to create a pathway to citizenship the border is secure but we also have a broken immigra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before we came in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We're going to have 2 million people cross this border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You're confident this border is secure? We have a secure border in that that is a priority for any nation including ours in our administr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problems that we are trying to fix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同时我们纽约的市长 Eric Adams在这边说 如果你认为 Joe Biden的边境管理政策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简直就是山顶洞人 对不对 Joe Biden是美国的红太阳 没有Joe Biden 就没有美利坚人民共和国 但是 我们 可不可以宣布 纽约已经处于紧急状态了 还有联邦政府 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一下 我们这个有 850万人口的城市 然后现在多了 几千个非法移民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发布紧急状态 但是 这跟我们的领导没有关系 这跟我们的红太阳 没有任何关系 Joe Biden太棒了 完美无瑕 或许他脑子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所有边境的问题 全部都是在他掌控之下的 这实在太强了 OK 在同一个记者会里 他同时说这个政府 对于边境的问题 辽若指掌 但是同时又要 发布全面紧急状态 说自己被非法移民侵入了 因为 纽约市没有这个能力 来收容这么多可怜 无家可归 又没有身份的人 然后现在他们说 现在市政府在重新评估 纽约市是否有这个法律权限 来给这些人庇护 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 而是因为 他们或许没有这个样子的法律权限 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纽约州的容纳量 已经到达了一个 breaking point 临界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从5月到现在 大概有差不多 一万一千多个庇护者 已经来到纽约了 所以说 德州啊 佛州啊 就没有这些法律问题 就只有你们纽约有 啊啊 你们不是庇护州吗 你们不是 sanctuary city 吗 过去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已经有两百万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了 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德州 Del Rio 这样子的边境城市 Del Rio 的人口只有三万五千人 各位可以从数字上面看出来吗 两百万的非法移民 跟三万五千人的这个城市人口 纽约市长说 有一万一千人到了纽约 就是全城的紧急状态了 纽约的人口大约是850万 不管是住宅还是市府资源 纽约都应该是一个比较充足的地方 但是 这个就是民主党拒绝承认的东西 非法移民的问题 从来不是来自于德州或者佛州 而是来自联邦政府的政策 所以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白宫 我们史上最能干的白宫发言人 只因为他是个黑人的同性恋 就代表着他才华洋溢 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回答的 白宫会在这些讨论里面的 阶段是安全的吗 我们在这些讨论里面是 我们在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在做好事 我们可以那后能够 去保护en情人hot 几年 我们遇见额被遭到线 或是扭除 而且更据的人 会被遭到线的人 会被遭到线丝 这年以往我之前 但这段是努力 我们仍然在做 但更据我们的绝对 我们认为她对线基督 我们认为要认为她 我们认为是保护 但是仍然是更据的 突然这个边境问题是否安全的问题 就变成一个机身弹还是诞生机的问题了 白宫发言人请问边境安全吗 边境很安全啊 因为副总统说边境很安全 那副总统请问边境安全吗 当然啊 因为白宫播了很多款项 然后说边境很安全啊 然后呢 记者就真的去问了真正的非法移民了 请问美国的边境安全吗 各位可以看一下 真正的非法移民是怎么回答的 他是其中一个被送到副总统家附近的非法移民 就是德州州长派过去的 他的回答是 我就在这里了不是吗 我都能在这里了 你觉得你们的边境安全吗 你觉得所有的民族都认为 那边境是开的吗 对 大家都认为那边境是开的 因为我们进入 我们进入 自由 没有问题 但是你进入不法移民 对不对 对不法移民 对不法移民 你进入不法移民 对我们进入不法移民 不好意思 这真的就是 不能再更讽刺了 副总统说边境很安全 已经封死了 你认为呢 我就在这里 不只我 全部的非法移民都知道 你们的边境是完全开放的 我现在就站在你们的副总统家门口 而且我是非法移民 我是非法跨越边境的 再强调一次 是非法的 我很少看到这么讽刺的东西 而且真的是 百分之一百的黑色幽默 副总统在这边说边境很安全 然后一个非法移民站在他家门口说 边境是完全开放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讲到我们的佛州州长 他真的是一个很会搞 Public Relations搞PR的一个人 大家什么放到纽约啊 加州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他就只把50个非法移民 送到了Martha Spaniard Martha Spaniard 住的全部都是 民主党的大官跟有钱人 欧巴马 柯林顿 Bill Mary Spike Lee Oprah Larry David Jackie Kennedy 全部都住在那个地方 当我想到那些 失去自由的人的时候 真正那些受害者被集权压迫的时候 这些大概包括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啊 还有什么香港人现在也算吧 还有什么非洲在一些什么武装集团统治下的难民 还有最新的就是那些在Martha's Venial 在住那些有钱的民主党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无时无刻都会要看到那些非法移民在那边走来走去 安全都受到了威胁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毁灭性的改变啊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佛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都是他的错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把非法移民送到一个 所有左派大官的这个度假的地方 破坏这些人的生活 以下是Ron DeSantis的回应 他说 你们也不想待在佛州啊 佛州不是一个庇护州 你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会被抓起来的 是会被遣返的 你们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被人蛇集团骗 你们的目的 当然就是要去这些庇护城市 庇护州啊 所以我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啊 他们爱你 他们欢迎你 所以我在这边 愿意使用佛州的纳税人的钱 来帮助你做一些好事 这里是一张免费的单程机票 来自慈善家 Ron DeSantis 我们有不同的办法 在Panhandar 我们已经避免了人家的护士 有被抓起来的罪犯罪 有被拆除了毒品 有很多东西 但是是的 如果你们有些人 想想到佛州是一个好处的地方 我们的信息是 我们不是一个庇护州 而是可以去一个庇护州 我们会帮助你帮助你 帮助你帮助你 帮助你帮助你帮助你 帮助你帮助你帮助你 是吧 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啊 有些人在Martha Svagnar 真的是在帮助这些非法移民 他们真的是信守他们的承诺 没有违反他们签署的法案 但是我们的媒体 却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一个 偷渡人口 人口贩卖 为了政治目的 欧巴马在Martha Svagnar 有一栋房子 1400万 7个房间 8个厕所 平常都没人在 占地29acre 29英亩 就是如果欧巴马要的话 他可以给那些非法移民 一人半个acre 在那个地方住 让他们在那边搭个帐篷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欧巴马不会这么做 他们认为这都是 共和党的政治目的 所以与其让这些非法移民 住在他家 可以跟他一样 享受这样的度假圣地 享受他们的美国梦 他们决定把这些人 全部都送到附近的军事基地 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来买单 They'll temporarily live dormitory style at a military base on Cape Cod which has been set up as an emergency shelter all organized by Massachusetts Republican governor Charlie Baker 很帅哦 现在的新闻实在是太强了 最后还是要提一下 对不对 你看这都是 共和党的州长做的事情 然后把他们赶走 再放到军事基地 也是共和党州长做的事情 千错万错都是 共和党保守派的错 然后Ron DeSantis的回应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人 一直去Martha's Vineyard的话 就好好的管理你的边境啊 Even a small fraction of what those border towns deal with every day is brought to their front door they all of a sudden go berserk and they're so upset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nd it just shows you you know their virtue signaling is a fraud so our message is you know we're not a sanctuary state we don't have benefits or any of that there are some sanctuary jurisdictions and that would be better now what would be the best is for Biden to do his damn job and secure the border 很好笑 真的是个闹剧 现在Ron DeSantis也要被告 罪名是什么 没有说明 只是一个德州的警察 在说他的行为很恶心 很糟糕很无耻 然后说要告他 基本上 我是全力支持佛州州长这样做的 因为这个做法 真的是彻底的显示出来 民主党到底有多虚伪 但是这样做是对的吗 当我们的敌人在做非法的事情 我们就用相同的方法 来让他们感受到 他们民主的后果 这个就是一个 基督徒的我 跟保守派的我 有点冲突的地方 基督徒的我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 一个一个省 用最快的速度 把他们全部赶回去 但是 同时这些问题 就全部都是民主党自己造成的 所以 我又很同意他这么做 换做是我的话 我还会把 什么是什么 同性恋 恋同屁 那些人全部送过去 然后把这些变态的议程 全部都立法成为非法的 因为 反正是他们自己 要把自己当成庇护州的 那么那些人 都可以去那边寻求政治庇护才对 所以今天欢迎各位 在下面留言 说出你的想法 想想看 如果你是Ron DeSantis的话 你会怎么做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还有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